今天开始,东洋医疗介绍经典案例的同时,会为大家介绍日本被称为神之手的顶级名医们。 作为世界知名脑外科专家,美国杜克大学的神经外科辅导孝德教授,被称为世界颅底第一人。 其职业生涯中,曾完成多项业内首创手术案例,秉持精勤不息的精神。 他专注于攻克诸多技术难关,专门接收其他医院不敢动手的疑难病例,比如颅底部肿瘤、脑洞脉瘤、听神经瘤、垂体手术等,造福广大患者。 因此多次成功处理业内公认的疑难疾病,他被许多疑难病患者称为最后的希望。 马不停蹄的工作,就是最好的健康秘诀。 辅导教授以自己的亲身行动实践这一理念。 从已50年来,辅导一直通过手术治病救人,他的个人手术量超过24000例,每年手术人数平均超过600人,高峰时刻每年约900例,一天甚至多达11例。 其中,神经外科颅底外科手术超过16000例,为世界纪录,脑动脉瘤超过2000例,颅底脑瘤1万例,取得了压倒性成果。 辅导教授开创的颅底锁孔手术技术,为治疗高难度的颅底肿瘤等疾病打开了通道,其锁孔直径仅约2.5厘米,至今为脑外科经典术室,堪称教科书室的创造。 与普通的开颅手术相比,锁孔手术极大提高了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,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。 锁孔手术为何有如此强大的优势?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,明天为大家解答。